今天講一講內地的螞蟻金服 到最後不能順利上市 謠言就滿天飛 你自己都寫過 有沒有進一步觀察 沒有 我最進一步觀察就是 他應該是一早知道 一早收到鳳 那些人講勞騷的時候 他已經知道遲早被人停 所以其實反過來 我都覺得多多少少 那個情況是跟別人講的相反的 就不是因為他說錯話而被人封殺 而是基本上他都知道說不定 所以才出來講那一番的話 你覺得這個狀況 在這次公司上市的問題上 是否有出人意表呢 因為我們的理解或認知 內地做事通常都是 大家四四六六談談才出台 如果是作為一個 story teller 你最重要的就是 情理之內 意料之外 他很明顯是情理之內 事後我們可以解釋很清楚 但意料我們當然想不到 他這個是在十四五之後 是在習近平的權力 整個佈局抵定之後才出台 我想在十四五之前 所有的事情都不變 你想做的全部都不理你 所以十四五之後就開始執政了 而執政整件事是應該的 因為如果按照我講 他那件事是持案泥基的做法 就是你那塊錢不停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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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轉來轉到最後會出事的 那件事是不應該在中國發生的 雖然他說很落後監管 但問題很落後監管 其實我個人比較保守 我覺得現在的金融 現在的金融是非常危險的 其實那個所謂的風險 有些人就會解讀為 經濟不能內循環 其實簡單點 época 就是不能夠糖水滾滾滾魚 而不能夠透過螞蟻去做這個 所謂借債中間人的角色 那這件事情 你覺得如果這次 shall not be cancelled 要多久才有機會再次放行 我想半年應該可以了 因為那個計程已經說很清楚 其實他的計程已講過 他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似不會是你說的問題 而那個我們不能有ång palagues 等於你做銀行 你不能夠收到全部的存款回來 然後100%再借出去 你是可以無限loop的 明白嗎 所以到最後 銀行不可以做 而你就可以這樣做 那你就會佔了便宜 你應該在同樣的平台裏做 不能夠你是電商 你就可以做一些銀行不可以做的事 但問題就是如果它真的不是一間銀行 那你用什麼立法去規管它 你現在就是新立法去規管 現在不能夠這樣 現在這樣說 那它就要拿銀行牌了 是 總而言之它要拿一個施無良的牌 但問題是那件事本身是有系統性風險的 我記得我們都談過一個很常見的現象 就是你的行業科技發展比你的立法規管快 永遠都是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這次如果你說要買去拿一個銀行牌 我想它合規的機會是很大的 但如果是這樣的話 其實它是否還在用現在這一套的營運模式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成份照顧文件 甚至乎那個估值是否都不同了 是的 但問題是新的條件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所以不存在不確定性問題 所以也不會上不到市 問題就是估值會低了很多 整件事 你估計會低多少 我想大家最想聽 我不知道 因為它那個東西佔它比多 因為我不研究這些這麼大的股票 我都研究不了 是的 我研究不了 都是斷股的 即是你不可以很研究 但如果當現在是10元的話 你估計要跌多少 我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 我沒有辦法能夠評估這件事 因為這些是很專業的計算 不是給你幾棟樓 不是給你幾棟樓 你究竟是怎樣計算 怎樣做 是不是現在 但是 你說得很對 我都覺得其實很難計 但很難計 並不是因為它那個 好像我們幾集之前 我們曾經經都講過 就是它那個 本身那個業務的複雜性 而是你沒得猜 因為你沒有做過 沒得猜的意思是說 如果真的好像你所講 用新的方法去經營 其實馬來自己都沒有試過 因為它那套方法 就是之前用開的 所以它的估值 它那個上市的聲明 其實是根據以前的邏輯 會有一些模特兒去計算 會有一些現金流量 或者預估理論 就是這樣去計算 但所有的事情就是這樣說 好嗎 你即使可以計算的話 我任你計算 你都計不到未來的時候 發生什麼事 如果這樣股票就不能計算 所有股票都不能計算 但問題是我們過去 譬如你在香港上市 我們大家都會用那套方法 例如過去的三年的利潤 風險披露 或者它的資產價格 我們有一套方法 它現在都有這些 它現在都有這些 它現在有些專門做股值的 都是有這些方法 所以那個方法沒有準確性 但你沒試過要拿著銀行牌去做 沒有試過要在競爭環境裡見證 很多事情都沒有試過 很多事情都沒有試過 到最後 你要說第一次 總之有一些負責專門股值的人去股 那既然你 你覺得是原者上吊 是的 原者上吊 它說那些 它說買金幣70元 60元 80元 對你來說有什麼分別 都是大家照一些模特兒去賭 轉模特兒去股 而這個世界 永遠在變動 多少事情 無緣無故就會變得發達 多少事情 無緣無故就會破產 世界正在變動 其實它現在都在說現在 暫時來說股價值 所有的股票其實都是賺品 你講到這句 我還想 其實原本收尾這個問題 我打算問你 你覺得買的還能不能買一個 如果撇除我們未知股價 曾經試過有一個人 跟那個女生說 那個女生說 我很想嫁人 但怕被你男人騙 那個人就會跟他講 那個很聰明的人說 所有男人都打算騙你的 但問題是 難道你不嫁嗎 好 既然大家都知道周顯 最後的選擇就可以了